- 會翻過來是不是啊? - 抱歉 - 抱歉 - 好 那我們今天來進行我們的 - 十萬QA - 十萬QA - 謝謝大家訂閱十萬好不好 - 從最緊的開始 - 不想回答 - 請問郭董會拜土地公嗎? - 拜 - 只要0的都拜 - 認真的拜 - 不認真的不拜 - 從球員退下來轉當藝人的心境變化 - 我不像藝人啊 - 反正我們就是去上節目而已嘛 - 我也不感覺自己像藝人 - 我也不會唱歌 - 唱歌會那麼難聽 - 成就城市的安慰 - 哪怕進你的胃 - 要讓你坐在我旁邊 - 祈禱我好累 - 難免脆弱的心 - 被生活觸碰 - 偷偷追破一場偷偷醒來 - 跟明天相逢 - 之前有沒有最想要對決的球員 - 對決球員都對決過了嘛 - 從美國到台灣 - 像那時候回來想對智聖嘛 - 恰恰 - 跟金娃娃都對到了 - 想問郭哥當年在到齊後援的鬼神數據 - 如果跟當時的柯蕭比誰比較厲害 - 他比較厲害 - 心發一定比較厲害 - 但救援不簡單 - 那郭哥有考慮回中職當教練嗎? - 沒有 - 因為那個時間太長了 - 我老婆小孩要養 - 所以要多陪他們長大 - 那要怎樣一直維持這麼帥? - 帥喔?很難耶 - 天生的 - 要多健身啦 - 多運動 - 好不好 - 然後保持愉快的心情 - 然後 - 多喝大力糖豌豆蛋白 - 這個啦 - 紅茶口味 - 好不好 - 紅茶口味 - 改天送給你們喝 - 因為其實也賣不掉 - 想問郭哥當全明星的領隊比較難 - 還是在大聯盟投球 - 大聯盟投球 - 大聯盟投球比較難啊 - 當領隊其實就是盡心盡力的固好 - 他們就好了 - 請問郭哥 - 大聯盟投球的時候有哪一位打者 - 是對決時壓力感覺最大的? - 對決時壓力最大 - 其實還要很 - 其實我只有投球示範的時候 - 壓力比較大 - 怕都丟到人 - 問郭哥當年在美國任戴斷裂 - 經歷過這麼多次手術 - 復健 - 最後登上巔峰的心情轉變的過程 - 沒有登上巔峰啊 - 我們沒有登上巔峰 - 我們只是試著回到球場而已 - 所以其實我們最後的心態很簡單 - 回到投球球 - 我們就很開心了 - 所以我們得失心不會太重 - 好不好 - 那想問郭哥 - 第一次動TJ的時候 - 心情是怎樣? - 我第一次比較緊張一點 - 十八歲嘛 - 剛去然後什麼都不懂 - 我以為是進去醫院看一下醫生而已 - 結果進去就是要開刀 - 聽不懂英文就不要去美國 - 那接下來是很多人都問的一個問題 - 覺得自己和曹幾輝誰比較強? - 曹幾輝比較強啊 - 看他天才行 - 我們其實很多動作跟技術 - 都是參考他的 - 其實他應該算是 - 我們台灣有史以來 - 天分投球算最好的 - 尤其像現在其實有很多 - 有很多選手 - 還是參考他的動作下去做丟球 - 現在跟曹錦慧交情聯合 - 還有在美國的時候是怎麼 - 互相幫忙的? - 還有真的有留下一個空白支票嗎? - 互相幫忙有 - 還有留空白支票 - 有寫數字啊 - 對 - 但是一個天文數字 - 我也都還完了 - 大家去美國就是互相幫助嘛 - 然後現在跟他交給你也不錯啊 - 然後他現在也在 - 也在默默地為一些 - 基層 - 然後喜歡 - 棒球運動的人 - 在努力 - 好不好? - 所以大家也是要繼續為他加油 - 再來想問郭哥 - 林志勝、彭正銘、陳金峰 - 哪一位比較難解決? - 我覺得 - 基本他比較難對付 - 因為他給我們的印象就是 - 台灣巨砲嘛 - 所以你對他的尊敬感比較多一點點 - 所以代表說 - 你在偷久的時候不能先預設立場 - 不管他是誰 - 想辦法解決他就好了 - 那想聽郭哥在美國的時候的相仇還有心情 - 相仇? - 哪有相仇? - 我們去就六七年不能回台灣哪有相仇 - 沒辦法那時候回來就是要服兵役嘛 - 台灣那時候開刀其實沒有人理我 - 在那邊就是默默的做默默的付出嘛 - 花了七年的時間 - 想辦法回到球場上 - 證明自己這樣子 - 怎麼認識郭太太的 - 郭太太啊 - 我十八歲就認識他 - 他是我初戀 - 其實我看起來外表很花心對不對 - 其實我很專情 - 跟他結婚大概三四年了 - 叫我心不中 - 郭哥擁有過幾台車子 - 幾台車子啊 - 蠻多的 - 我喜歡老車跟舊車 - 我買蠻多的手車的 - 就是喜歡擁有它的感覺 - 但不持久 - 那有哪台車會讓你印象最深刻嗎 - 其實我喜歡手排車 - 第一台手排車 - 航達Alem - 沒錢嘛 - 所以貸款然後 - 買了一台車 - 就是為了 - 在小龍門跑來跑去 - 那台車還蠻讓我懷念的 - 而且是橘色的 - 有考慮在台北開健身房嗎 - 呃不要啦 - 健身房不好做好不好 - 心目中 - 中華隊最強的先發陣容有誰 - 先發陣容喔 - 我們那個年代的嘛 - 王健民嘛 - 先發就是王健民 - 補手 - 補手其實就 - 軍中華神敗至剛 - 對然後小胖 - 小胖打DH可以 - 對一雷手就 - 其實我覺得自勝手也不錯 - 恰恰 - 二雷的話 - 英文 - 英文蠻棒的 - 游擊就金量了嘛 - 在他還沒有決定要打DH之前 - 善底就用機嘛 - 在外野 - 哲宣 - 我哥 - 陳進鋒 - 如果 - 他不想打氣 - 戴鋼 - 我就中計啊 - 我中計啊 - 我們習慣當配角了 - 配角往往不重要 - 但他總會 - 是關鍵時刻都需要你表現的 - 那請問郭董退休後 - 有營養師協助控制飲食嗎 - 怎麼變成這麼帥 - 多運動啦 - 我自己都難控制 - 我半夜都會起來吃零食 - 想要吃就要動 - 那郭董身上大臉文後到現在 - 還有什麼想要完成的夢想 - 夢想喔 - 講真的啦 - 大家都覺得我們做公醫是在 - 在做什麼的 - 我們只是想要幫助 - 有夢想的小朋友 - 因為我們小時候也是這樣被幫助 - 過來一千里 - 那個過源自獎學金嘛 - 你看我之前 - 生活比較不好的時候 - 請我也幫忙啊 - 建民也幫忙 - 所以蠻多人幫助我們 - 但我們有一點點能力的時候 - 我們就來幫助一小朋友 - 那人生經歷過無數的賽事 - 哪一場對你印象深刻呢 - 印象深刻喔 - 2013 - WBC - 我覺得我們 - 那一次中華隊是 - 很有零距離的 - 那時候的每一場比賽 - 都是回憶啦 - 2013被韓國打那支全壘打之後 - 是怎麼做心態調整的 - 其實這個問題我回答過很多次 - 大家會覺得說好像 - 在比賽中的末段啊 - 你被逆轉了 - 你要去承擔那個勝負 - 因為那個比賽其實就是 - 只要我們不要輸超過五分 - 就是會距離日本 - 所以當下我們投球策略就是 - 能夠抓打者就抓打者 - 投球策略啊 - 你的攻擊想法也不一樣 -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說 - 是要抓三個輸局數 - 不要輸超過五分 -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就是 - 把輸局數抓強 - 但其實勝負就是這樣子嘛 - 要享受 - 當下比賽的感覺 - 全力以赴 - 永遠不要盡力而為 - 盡力而為 - 盡力而為跟全力以赴是不一樣 - 你只有全力以赴 - 對了起自己 - 然後有更好的表現 - 然後你也不會因為 - 比賽的結果 - 而對自己有 - 不好的想法 - 明年又有金檢賽 - 會不會去當教練嗎 - 我們不太會教球 - 很像真的 - 或是會教體男 - 所以要當教練 - 投教練不行 - 但 - 如果他們需要一個翻譯 - 或者是 - 我可以去搞笑啦 - 去被他們聊天 - 當心領導師 - 經歷過美國職棒這麼多年後 - 有什麼覺得中華職棒 - 可以更進步的地方 - 中華職棒可以更進步的地方 - 中華職棒可以更進步的地方 - 沒有 他們現在已經很棒了 - 對美國哪個球場印象最深刻 - 印象最深刻 - 三番四嘛 - 它是我們的四丑嘛 - 然後我們每次去那邊 - 有那種對抗的感覺 - 就是他們其實蠻討厭我們到齊隊的 - 然後我的投球是一陣也在那邊產生的 - 因為他是在 - 就是在球場裡面旁邊丟 - 丟那個牛棚跟垃圾 - 我第一次投的思議陣就是 - 在那邊產生的 - 也不知道為什麼 - 所以當初投的思議陣你找不到原因 - 我覺得 - 投的思議陣就可能對自己的要求太高啦 - 他說丟100mine嘛 - 我現在要丟到120mine - 所以差那20mine就是心裡有點掙扎 - 會不會想跟全明星觀察中的夥伴們 - 一起去錄影 - 我們每個月都還是會吃飯啊 - 每個月都會吃飯啊 - 錄影他們是明星他們比較忙 - 等他們有空啊 - 那個以前富邦有討厭的教練嗎 -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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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討厭的教練 - 只有討厭的選手 - 當初登上大聯盟明星賽的時候 - 想要感受是什麼樣子 - 其實我那時候不知道我會進 - 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已經 - 就是休三天嘛 - 辛苦一陣子 - 好不容易有三天的假期 - 就會回到家 - 然後教練就打電話來 - 說我去明星賽 - 其實我會超緊張的 - 因為其實 - 我的投球思議陣 - 跟特定人丟比較不會有問題 - 那跟 - 新的隊友丟都會怕怕 - 因為我怕砸到人家 - 因為球速太快了 - 那有沒有想要給小朋友一些意見 - 就是如果 - 以後再放九字小路上 - 除了小路上 - 很辛苦啊 - 要認真點啊 - 也沒有什麼意見啊 - 就認真點 - 對啊 - 總會有人發現你的嘛 - 他有什麼問題是你不敢問的 - 有沒有討厭的球員啊 - 有啊 很多啊 - 人力好的我們都討厭 - 你決決不了他嘛 - 你會討厭他 - 那不認真點球員你也討厭 - 男英體育組的料肥仔是誰 - 我聽說是 - 好 - 但我不確定 - 但絕對不會是公子 - 那新生代的球員有比較關注誰嗎 - 我其實每個都 - 滿欣賞的 - 認真 - 他是不是不知道 - 覺得大谷小平打擊比較強 - 還是投球比較強 - 打擊啦 - 打擊啦 - 我覺得他打擊很強 - 他投球也很強 - 很少可以在投球這麼強的情況下 - 打擊還這麼強 - 再重新是會選擇二刀流嗎 - 不會二刀流 - 我會專注在打擊 - 二零一零年當時在NLB - 覺得最強的打者和投手是誰 - 二零一零喔 - 難道很舊以前 - 投手最強的就是我 - 講真的 - 玩具看數據 - 還有HDD - 集者最強的 - 不知道 - 因為成績才變大 - 集者很大 - 我也記不起來誰最強 - 何時會出 - KUO的商品 - 這次影片上的時候 - 就會 - 帽子跟衣服 - 好不好 - 公術運動發展協會 - 你們 - 每做的一筆公益 - 我們都會回到 - 校園裡面 - OK - 所以你們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- 也 - 也因為跟我們一起去 - 幫助基層的運動員的話 - 就繼續支持我們 - OK - 下次見 - 就這樣 - 讚 - 讚